以及泰勒他突破有牵制力 而且也能传球 是 泰勒传球还是很不错的 低脚 低脚 段军的机会 好球终于进了 段军的好处就是 不管我今天第一个球进没进 不管我上一个球进没进 虽然没进 但看着应该还是挺正的 不敌突分 上球的速度非常快 好球 好球 上来之后就命中了 段军 甲传 针头 顶的三分 上来那个设想还是挺好 把帮主人给骗开 段军 上线这边又放空了 好球啊 段军 段军打进之后也是大汗一声 每颗球投进以后 都会越来越兴奋 今天第一阶三分线上 到现在为止投进了三个 就已经是一个不正常的发挥了 又给段军出手的速度 非常快 漂亮 都出来 滑球线附近 好球 那这样段军 不敌 这球直接被盖了 还被张军给摁到了 张军这段确实攻防俱佳 传得漂亮 这球是段军传的 看段军 还能续上 投射命中率不够稳定了 但这一点还是非常关键的 推的速度很快 又是段军 又是段军 胡迪 俊逊发动挡拆 突分 胡迪 好球 段军还有啊 第一角 段军 还进 好球 今天最准的两名球员之间的连线啊 嘉义给到段军 葛瑶宝32 好球 好球 又是段军吧 再给篮下 还是段军啊 这个球呢 段军之导在投诉 五分的分差 双方的罚球 现在出手命中都是一模一样 再来一遍 这球还是段军的传球啊 对 今天段军啊 太全面了 4打4 4打4 长林过来了 5打4 多打少了 哎 哇 全球出现了失误啊 机会没有把握住 回过来 嘉义 面对5打4的一个诱惑啊 施维德老师傅犯错了 又给了跳嘉义空间啊 好球 嘉义把握住了 嘉义超远没投进